四十歲的楊思琦 繼去年挑戰寫真集之後 這年她就搞搞新意思 出新歌《轉戰樂壇》 今日舉行簽唱會 都吸引了不少粉絲到場支持 她還現場獻唱新歌 全部卡上箱 卡被行響 我怕我沒多久 冰冰冰冰冰 天下龍奔向暖暖體溫 其實都是自己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 2019年有些新的突破 我就想到不如出一首自己的歌吧 以往人家可能就是看電視我做戲 或者是主持的節目 透過這些渠道來認識我 但其實都很好笑 因為在街上有一次 就是 出去 我又說了一些說話 但那個人 他不是看到我 他是認得我的聲音 他說 蛤 你是思琦啊 原來可能我自己的聲音上 都有一些特點 掌控方面其實自己沒有想 因為 心目中只是想想著把一些好的歌 我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給聽眾聽到 所以 如果將來有的話 可能是BONUS 會很開心 其實自己也都有 有朋友也有這樣 提醒我 你會不會和女女一起唱 他小時候都很喜歡唱歌 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 其實都很Welcome 都是很有價值 因為和女女一起唱會 覺得很特別 謝謝你 謝謝你 請聽聽聽